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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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ART Day 各位 大家好 到香港了 為什麼我們會在香港 因為就是朋友的邀約下 我們就直接來 喝醉 呵呵呵 喝醉不要亂訂機票 外面天氣好像非常的爛 我非常的火大 就想說 我不過就來個三天 然後天氣每一天都很不好 雷雨 我們朋友是晚一點才會到 就是蠻晚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明天跟他們碰面 先去飯店吧 我們今天住的是萬利酒店 然後蠻漂亮的 大廳是不是在樓上 要去樓上 check in 會選這間是我人生第一次來香港出差的時候 被招待來住在這邊 之前有點住不起 所以現在有能力了再回來住一次 原來是這樣 打擾了 但是今天這是什麼 我剛才以為 我剛才以為是那個紗窗耶 全部都是木頭為主的 那種裝潢 如果這個天氣好應該是蠻棒的 嗯 可以多利亞港 它算是那種老現代 就是有一點點年紀的現代感 好像跟你本人差不多 什麼意思 有一點點年紀的現代感 走靠近床一點 這個景是長這樣子 隔壁應該也蠻多飯店 這一帶應該很多飯店 然後對面是九龍嗎 九龍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 像他們的展覽館 世貿儀 會展中心 我們現在走出飯店 飯店 這間飯店的好處呢 就是有一些連通道 所以今天是一些死人的寶石噴霧雨 也不用擔心 乾掉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連通道 去地鐵站啊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要去渡輪 我們要從港島搭到九龍 九龍 尖沙九龍 就可以不用淋雨 就是要來搭這個天星小輪 這邊的人很常利用這個渡輪 往返港島跟九龍 我剛剛一直講不清楚 進來之後呢 這樣 這樣 然後 坐窗邊按坐 熟門熟路啊 你看我撥那個東西 對啊 熟門熟路啊 後面就是海港城 我以前沒來必逛 但是我朋友說 現在好像沒有人在逛海港城 他叫我去一個叫做K11的地方 這邊好誇張喔 我們Queen超大一家 然後 我朋友跟我說這一區應該是蠻新的 我們很久沒來的 之前也沒有來過這一區 主要就是今天外面的天氣 實在是 太悶了 太悶了 要下雨不下雨了 所以 趕快逃進百貨公司裡這樣 他特別的東西是什麼 他有這個 他這導覽很厲害是嗎 有個藝術展品的導覽 然後說 這個裡面有 哪些藝術家 哪些藝術展品 然後都很大間 嗯 然後在哪邊都會有 所以這一間就是一個很重視藝術的百貨 對 你可以幫他按讚 哇好讚喔 從這一棟走出來呢 超讚 好舒服耶 不是說天氣 就是說這個景色這樣 看到什麼感冒 還不錯 整個百貨裡面呢 我覺得算是很新穎 就是顏色也不是走什麼明亮色系 用了很多木頭的 像他地板全部鋪的都是木頭 然後他裡面選的音樂 也不是一般音樂 就是感覺是 很像是在一些滿潮流的飯店裡面 是精挑戲選過的 然後外面這邊真的好酷 超讚的 這個地方我真的覺得 就算不買東西也可以來走一下 就走一走感受一下這個氛圍 因為很新吧 然後都規劃的滿好的 沒錯 舒服 來吃晚餐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呢 燒羅 燒有沒有捲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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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燒羅 我們回來灣仔旁邊 有一間叫做乾牌燒羅 然後也是我朋友推薦的 我們原本要去吃擁擠 他就說不要去吃擁擠 來吃這個 結果外面給大家看一下 大排長龍到不行 人非常的多 裡面超爆小欸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 有吧 而且已經等到就是店員就說 欸你要吃多少份量 我先預留給你 不然我怕要賣完了 所以我們先點了半隻的燒鵝 然後現在來看一下菜單 可能還要點其他什麼東西 這邊 這一家乾牌燒鵝跟雍季 我原本要去吃的 好像有一點關係 那我朋友就說來這間就好 這個是半隻的份量 剛剛 這位先生很堅持要點半隻 你吃得完嗎 我已經感受到那個 香味了 值不值那一個小時 味道很讚 好好吃喔 但它的皮呢 不是那種很脆的 它就是因為它醬汁是有這樣淋上去的 所以就不會是想像中那樣脆脆的樣子 但口味很棒 撈麵來了 看起來好素喔 它就是乾麵 然後他說這是它的焦牌 然後我另外點了 豆腐跟雞蛋 因為我覺得用這種 滷汁滷的應該是滿讚的 還有一盤 這個是脆皮的燒肉 來挑戰看看 因為我一直都不愛撈麵 我完全不懂撈麵在吃 謝謝 它這個滷豆腐很好吃耶 蠻入味的 但不會死鹹 很喜歡 還不錯喔 我覺得肉不會死鹹 然後皮的那個脆度是恰到好吃 對 它不會刮你的上面 很好吃 可是夠脆 夠脆 夠脆 好吃 好吃 而且沒想到我們真的吃完了 我有點震驚 而且還蠻乾淨的 嗯 就是紮實的都有吃 啊除了白飯 因為我真的吃不完 但是我有發現你很賊 因為你就會說什麼 可以打包啊可以外帶啊 但是 最後 就最後麵都是我在吃嘛 因為我就 我就會秉持著一個 我不想要浪費食物 我也是好嗎 我有吃完 因為很常我都會說 啊 提高貝啊 是那個楊成林 要把這個丟掉的這樣 你去一下銅鑼灣 去銅鑼灣 因為我想要吃甜點 我們要去找一個那個 雞蛋仔 也是我們三四年前有吃過的 也是當地朋友推薦你吃的 到了到了 媽咪雞蛋仔 口味有蠻多種的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原味 一個伯爵茶 今天怎麼樣 這間是 我剛介紹過 這間是我的香港的好朋友推薦的 啊我是要說今天很幸運 沒什麼人 好像是 但是排超久的耶 可能接近要打烊了 所以 不用什麼排 心願心願 而且他 好像都是現做的 是啊 所以他說要等一下喔 我們咱囉 原味的長這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波爵茶口味的 好華麗 居然是用盒子裝 如何如何如何 有變嗎 經過這三四年 好像有一點 因為 還是我們長大的 就是他 他還是很Q很好吃 可是 沒有當時吃的感動 不錯啊 好吃啊 很好吃耶 茶味很濃耶 他有標榜說 他用的是那個 Tweenings的 茶葉 我覺得我的也好吃 茶香齁 讚 我今天好腫喔 但是我最近每天都很腫 為什麼會這樣呢 算了 閉嘴 我們來到上環 要來幫我一個朋友買 他指定要的一個檸檬 我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是他可以回家做那個 鹹檸檯 我甚至連鹹檸檯是什麼 這是鹹檸檯 的檸檬水 喔 OK 這一家 檸檸檬王 哇 哇 他重新裝潢了一些 是喔 好多人喔 好多東西都已經收到了耶 怎麼生意這麼好啊 而且他 六點就打烊了 所以我們 趕快來 不然沒有時間來 要買的呢 就是這個 鹹檸檬 直接 加水 不用 不用 直接吃 好像是泡起來會鹹鹹的 鹹鹹涼涼 酸酸甜甜 這樣好像蠻好喝 我可以想想到那味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請問 請問你是來這邊玩嗎 你長好帥喔 可以跟你要電話嗎 我已經十一趕了 哈哈 哪裡 就是 behind you 搭那個 東沖線到 這是什麼站啊 九龍站 然後現在在 ELEMENTS 原方裡面 我們要去 樓上的 餐廳吃飯 然後應該是在那個 Britz Carlton裡面 據說是 102樓 好高喔 來之後更誇張 他整個走的是那種 黑色的 奢風 上了103樓 然後下去 102樓 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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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雞肉跟菇的腸粉 然後這個蝦餃上面是 金箔耶 好離譜喔 你算是蝦餃教官嗎 雖然我不是海鮮 但吃蝦餃 沒有標準 你可以來考核一下這個 吃起來怎麼樣 海鮮會比較重 會很真實啊 因為比較貴 所以 現在一瞬間又上了好多東西 有鍋貼 這什麼鍋貼啊 雞肉 雞肉的 然後叉燒包 我非常期待這個叉燒包 然後它這個燒賣蠻特別 它是龍鳳燒賣 一個是干貝 一個是蝦子 不重要 然後還有這個 蘿蔔糕 它燒賣超大 跟我耳朵差不多大 沒看過那麼高的吧 對 沒看過那麼高 對啊 這間每一個都好好吃喔 我還是我最期待的叉燒 叉燒包 叉燒有沒有捲食啊 有 叉燒沒有捲食 我是順利 被一直叫是沒有 我怎麼看 別跳舞 好可愛喔 厲害是厲害在那個包 還是裡面的叉燒 全都是 跟我想的不一樣 不是 它的外面 很鬆軟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醬不會 太甜 嗯不會 有時候有些叉燒包裡面 太甜了 這個不會 我覺得這回 我剛才說要點兩份啦 你就說不要 它裡面是不是有加雙子 有 有 它裡面有雙子 下一來兩個特別的 一個是蝦子的多士 就是吐司 嗯 然後另外一個是 蔬食的燒鵝 番鵝 你的肉在講好好吃喔 番鵝 番鵝 讚鵝 它就是番鵝的味道耶 就是那個薰鵝 然後 它一點不像薰鵝的樣子 那它就是 看一下 它有叫薰的 那個薰味怎麼這麼厲害啊 嗯 裡面好好吃喔 很多層次 嗯 豆皮 它弄這樣一絲一絲然後薄薄的 很有層次 不同的口感 我喜歡這個 現在來到 Bad Guy Bad Guy Bad Guy 在旺角這裡 旺角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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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這邊的風情又跟港島還不一樣 然後 比較老 但是又更有一些風情 吃菠蘿包 爽耶 猛吃 我覺得我可以吃兩個 你現在可以吃兩個 那我要看你吃兩個 OK 我買給你兩個 你剛剛吃兩個 我真的可以吃兩個 那我現在我要看你吃兩個 好沒問題 到了 金華冰廳 這我來過嗎 沒印象耶 然後 人應該是蠻多的 這裡呢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要規定 每個人的第一小事 一杯飲料 不是人太多 是烏金太貴 好 這邊的菠蘿油 超大一個 我現在覺得 我應該吃一個就好了 然後 還有蛋白 但是你要吃三個 你剛才說你可以吃三個啊 沒有 不只吃兩個 兩個 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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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甜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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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爽 這奶油超厚的耶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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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有一個 不一樣的香氣 嗯 有一個檸檬果香 嗯 有一個果香 我們要去銅鑼灣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六點多的人潮 好誇張啊 現在來到一個 新版的美金龍的店 然後裡面賣的都是 很時髦的款式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這種鞋款 我很推薦這邊的鞋 然後 它這邊的Display也超有趣 就是很多日本的元素啊 還有那個快拍機 好可愛耶 它連它的那個結帳的也是 但是蠻有趣的 這個真的可以拍嗎 哦真的喔 等一下來拍 我試了一雙綠色的 然後是森林綠 還有一雙 灰色 有點猶豫 都蠻可愛的 應該是ID ID風通比較好笑 好笑 不切找到 去到家 好啊 說拜託可以嗎 就可以了 幹嘛哭什麼 謝謝你們邀請我們來 多開心 多開心 好開心 好開心 好笑 我們會在澳大陸 在澳大陸 在澳大陸 好笑 好笑 再見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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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誰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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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